表姐,就不能弄一条平路嘛,非要隔起隔,你是缺子弹还是缺脑子啊? 没看到这里大大的红字,只能用五颗子弹吗? 你真是笨,子弹不是能继续上堂吗?哪限制了? 好好好,给你搭给你搭 哎呀妈,好好的天气怎么会听到雷劈啊? 一看就是惩罚呀,都说了只能用五颗子弹,偏要当猫狮鬼,就相信了吧? 都批麻了,不信都不行了,妖精你现在不仅要好好生子弹,还要把我的漏洞的简简单单平平玩玩 知道了知道了,我慢说你放心,消除之后重新再铺路,两个距离方块跳,这跳格局没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我可是跑酷大神,三个极限跳都能跳 好好好,我记住你说的,表妹通关之后,来到了锤子 下一关,这一关是仙人掌,只能够用32颗子弹,给的还挺多的嘛,怎么搭都放心 表姐你搭好一点啊,我不知道啥时候变成一滴血,任何的磕磕碰碰碰都不行 知道了知道了,我办事,你放心,跟着我的石头走吧,走一步放一块 表姐你这样的,有种我随时都要被枪毙的感觉,你得说准一点啊 放心,你表姐是神枪手,既安排最完美的路线,又能够精准的放上石头 精准,虾,没看到上面顶头嘛 神子弹嘛,双双动动,你就过来了嘛,路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不是我跑酷厉害,啊,臭表姐,没看到仙人掌呢,还说路线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我的,看来搁一个还是不好好酷,只能够往上 我搭一个,你走一个,我搭一个,你走一个,配合的没有任何问题 哇哇哇,臭表姐,你怎么又来见个仙人掌跳 这我没办法呀,只有这条路了,你看,能不能凑凑跳 哎呦,真是的,有一个猪队员我真拿啊,一二棒,还好我高厉害 表姐你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吗 二弹跳就行啊,能省一个方块呢 都快过关了,你省石头回去带毛坑啊 好像也是哦,还剩十二颗,哪一块一块的搭 有个团队友跑得真烈啊 哇,这叫精打细算,后面子弹肯定是刚刚够用的 你看看,这一关是岩浆关卡,只能够用十八个子弹 这么长的路,得一块都不能够虚误,还得给表妹最安全的路线 毕竟嘛,这岩浆跑酷也不容易啊 知道就好,头顶热乎乎,旁边热乎乎,紧张可以增加了八十分 哇,总算过来了 下一关,硫磺金杀区域,只能够用十七个子弹 看一次很难,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平路搭过去就可以了 飘鲜你是不是傻,我一走不就是吹掉了 你要就按着潜行键走就行了 还真行啊,这关真是猴人的 总继续轻轻松松度过一关 可是这,又长又迷的第一次关卡来了 而且只能够用二十四颗子弹,得好好的向小路线 方块是能省则省,看着表妹跳,去头顶第一次也是十分的惊心动魄的 那当然,手心都出汗了,飘鲜你得稳定了 那当然,一步一步保持你跑得最舒服 糟了糟了,不能舒服了,这将像是子弹不够用了 表妹,你得二段跳 还没舒服过三秒,第四二段跳 还好我还是可以一步一跳稳稳的来 要是三段跳我就受不了 哎,表妹,你说对了,还真有 啊,表姐这么省吗 没办法,只能用几颗子弹 是时候展现你的技术了 俗话说,困境使人进步,吸口气冲呀 嘿,还真行啊 哇塞,表妹真厉害,还是连强两个 佩服佩服 最后的一段路就轻松一点了 过去表姐,你怎么还省了一颗啊 我是备用的嘛,你过去就行了 最后一关,弹簧症 什么鬼啊,只能够用五颗子弹 表妹,需要你自己先走走 这里才安排了一个方块给你 妈呀,比关于顾舞观传流星还难 慢一点快一点都被弹簧弄飞 啊,总算到了表姐指定的石头 表姐你继续破路啊 我只剩两颗子弹了 表妹,你要利用弹簧助力跳 又得考验我,看着实际冲呀冲呀 啊,有金无险 哈哈,我功劳真大 表姐春春的混子 你才混子呢 我设计精准路线更重要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设计路线的人厉害 还是跑酷的人厉害呢